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g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的深水已經回顧了 上一段影片都很精彩 有說說潘頓的行運快車如何食住百步穿雲 有說了包裝長勝零零頭 潘頓和馬主都值得重溫一下 上次因為節目內容太豐富 又忘了說高出賽獄馬 這次有兩場高出賽獄馬 第一場是第三場善傳萬利 第二場是第五場勇創派對 兩場高出賽獄馬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知道NetChang談賽馬 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獄馬 和兩隻NetChang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 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我Facebook貼紙 來到我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頁面廣告 如果有很多廣告有興趣 可以按去看看 多看資料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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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NetChang談賽馬 我會繼續繼續營運 我先介紹兩個NetChang馬膽 第一段影片 我今天也相當有意欲 拍兩隻NetChang冷卿 不過這次我真的要玩冷一點 上次星際精英和轉飛 下飛下去都只需五、六倍 沒意思 盡力找些冷一點 最最後希望能有七、八、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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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倍 那些五、六倍 就序面沒意思 就是NetChang冷卿 盡力找NetChang冷卿 不過先不在iNetChang冷卿 我們先說兩隻NetChang馬膽 第一次選第二場 看得我久的Fans們、朋友 我現在叫你猜,你都知道我猜哪一隻,說哪一隻 給你兩秒時間,一二,就是11號,辣德嬌 辣德嬌上次都選了他做Network馬達,退出 我也猜到退出是運送過程中有些問題,結果真的運送過程中有些問題 在跑馬里馬房後面發現夏岳受傷因而退出賽事 運過去那時候,可能隻馬在車裡面不知怎樣受傷,就退出賽事 這次賽事繼續辣德嬌,我就很快說 今季初出的那一場,他是賺了彎前貼拿的形勢 但是爆出來的那一段是很厲害的 當然,我說,上了巴安潘明輝,十當都 其實整程的走位制如都普普通通,回到來 是湧近,不足以反映實力的,以他拿著他 9月15日這場賽事的水準,絕對是四班有增 我也有看其他人的分析,有很多不同的評論 專業人士都說,爛得嬌,五班才贏,四班都沒得過 現在不是這樣,大家還記得目火同名 大家都有這樣的看法,贏完那場 四班上三班,大家覺得不行了 上到三班又跑第三,然後都說不行了 然後贏了,所以以過去的賽職來研究 現在的賽職是沒什麼意思的,對不對 要看最近某一匹有沒有跑出高水準 9月15日這隻勒得嬌就跑出高水準 那個水準是我覺得在四班絕對夠增 你說是不是這場就行,沒人知道的 但是我的數字就是告訴我 在四班這個水準夠增,這是第一件事 他又不是何澤耀,是梁家駿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我都說 我一向是讚賞了梁家駿更多 不過作為一個科學分析的朋友 我們就希望越少變數越好 轉換騎士也是一個變數 因為何澤耀證明過是可以的,騎這隻馬 可以的,唯一兩場頭馬都是何澤耀經手 證明何澤耀很適合騎士 這次不是何澤耀騎士 要打一點折扣 但是又換回多幾元給你 換過梁家駿,梁家駿 你對他的鬥志都沒有問題 看看跟這隻馬合不合 這場馬原來的賠率都很均勢 我覺得 达德嬌不會去到很誇張熱門 這些馬我找他做膽 我拖了兩隻配腳 第一隻配腳 選了八號的福滿寶 福滿寶 都不用說那麼多了 我又拿初出那場 九月八號 我拖出來 大家知道什麼了 木火同名贏那場 我一向都說這場是高水準賽事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會這樣說呢 因為之後那些福滿寶 管得店那些 都不是前後左右都跑出來 那些馬平人就坐在那裡 不知道這場是高水準賽事 因為他們就是拿著一張圖表 左右隔離 甚至是跑最後一隻跑出來 都說這場賽事是高水準 即是都關事 跑最後一場跑出來 是關這場水準什麼事 其實不關事 我的意思是 如果這場是赤水神區 之後賽事贏馬 他們都可能說這場是高水準賽事 因為其實很多人 我純粹拆開一點點話題 第一 不好意思 即是說023場次很高水準賽事 他們唯一的解釋就是 哇 整個馬出來都很表演 很有利 真的包尾那隻跑出來 他們都說 哇 023這場是高水準賽事 根本上都不關事 很有利這場跑包尾 跟這場是否高水準 沒有關係 你怎麼能夠拿一隻 在這場賽事出出 有四分一的馬位都跑出來 就說023這場一定厲害 不關事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拿著一幅圖 因為其餘都可以 什麼鄉陰 博愛有威 山山聖聖 那些全部都可以 但是很多人繼續貼紮星之光 不是死到坦坦 紮星之光這隻馬 追了多少人 我不是說這隻馬不行 以後都贏不到 我只是說 你不要拿一場高水準賽事 跑輸四五個馬位之後 都說那些馬是高水準 這就是一件事 說完這些廢話了 風本寶初出那場 輸給木火唐明高水準賽事 接著那兩場跑不出水準 有時候那些馬就是這樣的 他不是每次跑高水準賽事 每次都跑出高水準 每次都跑出高水準 那些叫中心好馬 有些馬就是跑心呈 有些不舒服 有些形勢不太好 就跑不出高水準 那些馬就是這樣的 但是你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隻馬是曾經跑出高水準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不要說季初那場 去到上季 谷草千二那場 這場 哎呀輸了哪一隻 包裝長勝 這場 現在那些人都說 沒有人會拿回這場 我初出是有些福滿寶做腳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包裝長勝 但是那時候 9月8日 包裝長勝未出的 我都已經說包裝長勝 接著已經狂追包裝長勝 不過是熱門熱到雲 所以用科學計算 計算 計出高水準賽事的重要性就是這樣 先知先覺 所以講完這麼多廢話 福滿寶拖花 潘頓一一九旁都肯做 應該會超重一磅 這樣也有誠意 第二隻配角 選回九號健康美麗 這隻馬 單底就高一些 上季還有60幾 70幾分 現在43分 那麼 都輸近了 現在那些檔位形勢不太好 之下呢 長長都輸近了 那麼這次 四檔 那就好跑 這隻馬 大家印象之中都知道 貼著條欄 有條欄 以前不知道有沒有條欄 不過近來沒有條欄 都跑得可以 我覺得這隻馬 在這麼有班的情況之下 狀態也都可以 43分 絕對起到作用 拖馬做配角 所以這場馬的馬膽 推介是 11號的辣德嬌 兩隻配角 8號福滿寶 和9號健康美麗 那麼臨場大家再選自己 根據賠率 喜好 場地形勢 多選一至兩隻配角 買自己喜歡馬眼彩翅 那麼去第二場 場次 選第八場 那麼第八場 大家 跟開這個頻道 又是知道我選哪隻 一二兩秒 加周一步 五號八膽 那麼 上次都是備忘馬 這樣解釋了 初出放途跑得好 第二場放途沒有了 接著放途馬 突然間已經是這麼快 可以變成一隻後上馬 我覺得非常好 即是放途得了之後 突然間後上都可以 我覺得這些馬 一向我都會秤高一點 第二 就是上次 雖然他賺了快步速 但是彎前貼藍 是比較好一點 你見著 正滿寬山彎前貼藍 放到噴一聲 這麼快 都僅僅頂到 明恩上就是彎前貼藍 賺了快步速 他雙賺就明恩上彎前貼藍 接著賺了快步速 那就講完了 即是Favor 這些賺了彎前貼藍 但是回來 都輸得 都是輸的 接著那場 都是跟對位 莫雷拉都輸的 所以 都是證明彎前貼藍 上次Favor是賺了 那麼 加州一寶就彎前二三疊 三疊 差不多 那就虧了 但是賺了快步速 你當作打平 一個賺一個是 這次換了 莫雷拉 排了四檔 不知道他是 跟前 還是留在較後 但這場對手 真的比較弱 選回來做 Nature馬膽 拖兩隻 第一隻 配腳 選擇 二號的天錄 那 二號天錄 上次應該是加州一寶這場 他也是賺了彎前貼藍 那就真的很差 賺了彎前貼藍 都輸 但是上次又不同 上次那個陳家熙 陳家熙可能不夠硬 整個馬 這隻馬班底高 今次換了田泰安 博一博他 因為這組對手 真的不太強 選一些班底高 有些變數 這個變數是重了磅 但是由陳家熙換了田泰安 看看如何 第二隻配腳 我選九號進天時 這隻馬 在重貨的兩貨閘 都有漏閘的問題 但是重貨的兩貨閘 都是湯馬善去試 兩貨的出閘都是起琴 慢閘的 但是回到香港 輸的貨閘 出閘沒有問題 回到來都僅僅贏到 那時間不是快的 這場黎閘 但是整個姿態 我覺得挺討好 就是出閘順利 馬匹的型格 腳法 我也覺得不錯 所以這隻馬 實檔是差一點點 但是我先拖馬去做配腳 免得一出來 就很強 所以這場馬 可以選五號加州一部 配腳 兩隻 二號 天鹿 還有九號進天時 臨場大家也是 根據自己的喜好 場地形勢 賠率 選多一次兩隻配腳 買自己的喜歡馬的賽事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個like 和讚我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一些朋友看 如果大家對我 以上的分析有什麼意見 都要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對明天 一場賽事有什麼意見 都會在下面留言 討論明天的賽事形勢 大家如果想選擇 支持一下我 都會在這段Youtube影片 下面留言 留下的支持者 我都會相當高興 大家知道 現在另一個渠道 發放了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 都會講一下熱熱波 晚月的集前落飛馬 場地形勢 和奇麗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在這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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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盡快回覆 有關於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們看 看看你們有沒有參與 或者按這個連結 與熱波的談賽馬 繼續由漢股市 的群組裡面 進去之後 你會知道 如何聯絡我 去拿一些臨場分析的訊息 最後希望大家 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在這段影片 在這段影片 請訂閱和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按全部 讓我鎖好新影片 給你們一個通知 或者有鈴鐺 第一時間知道 謝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按讚 按讚 按讚